美逢假日和欢山清静总是人满为患车水马龙 不过看到这个周休假期现场是一片空荡荡 会出现这种巨大落差是因为南投仁爱乡 上周五惨遭了卡努台风重创蛮目疮痍 连带的也影响到了民众出游的意愿 清静农场三天前开园 但是每天的游客数只有十位数 那么和欢山沿途停车场也是一辆车都没有 在各界帮助之下受灾的村子已经展开修复 其中南风村被摊坊土石流给吞没掩埋的加油站 土石已经清空 那么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大石头很多 大约挖了两到三天 才让加油站冲见天日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